好了 師傅 有沒有建議 例如我們了解的 有些行業在八運的時候 還有運行 到九運的時候 它開始悶落了 我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建議給它 怎樣可以轉型呢 例如現在趨勢很流行 要電子化 我做餐廳的 我不請示映 我請機械人 機械人歌手錄單就可以了 你問得相當好 因為人們都要順應其勢 這樣時勢做英雄 未來的時勢趨向於什麼呢 遠的人體在近況 現在香港是三壁星進入了我們 範圍內 通常三壁是是非星 三壁是爭鬥的星 因爭鬥就無謂 是非亦無謂 那三壁星都是一種建設的星來的 那香港可以發展基建的 其實還有很多基建去推動發展的 那之前呢 有人提出過 大嶼山發展 那我順道一提 有很多人反對 其實我爭線 有些人反對的原因是要融入一萬億 所以不會逃空香港的庫房 其實不用擔心 因爲發展大嶼山呢 能夠增加土地 對香港未來是有利益 香港的土地所運用的已經出現飽和 如果經濟想近上一層樓 都要擴大土地 眾所周知 向新界收地有困難的 唯有向沿海發展 但是無故地填海 又會壞香港物局 在大嶼山那裏填海就沒有放 那裏會填出一個很大的陸地 不會影響到香港風水 如果在吐露港那裏填海 香港就馬上沉滿 香港繁民富庶 是靠維多利亞那個海港的 香港有個兩大海港 一個維多利亞海港 一個套路港 這些不填得海的 尤其是維多利亞海港 那之前呢 維多利亞海港填海 一填就帶入了是非真假 不要再填 要填的就是在大嶼山那裏 那裏就無關香港的風水重點 填了一個綠地 多了綠地海港 那香港的未來那個旺氣呢 會聚集在珠三角那裏 以前呢 有個高人呢 都曾經告示過的 嗯 說未來幾十年之後 香港那個旺氣聚集在西北那個地方 即是屯門已開那個 熱隊開那個海岸 那種的 但現今呢 有了那個廣珠浩大橋 加了如果填海之後 折行折了那個廣珠浩大橋 那裏會出現一番興奉 中國的珠三角是重點發展的地方 配合中國的珠三角來發展 香港也好 中國也好 如果是來填海 一路填海一路用 不是說一萬億一次過都流出來 一路有收益 這樣可以蓋回那個支出的 所以我這些都不探心 所以呢 現在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基建 增加的基建 加大的基建力度 每天都可以有公開 刺激到本地的經濟 嗯 OK 希望程師傅所貴言 真的 的確的 我見到其實政府都類似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即是基建 用來谷數字就是最對的 這麼大筆的數字 那往往可能就是因為 一些政治的問題 有不同的聲音 都希望某程度上 希望大家盡快有一個共識 對吧 即是我們可以未來 就行一個更好的香港 師傅 是 所謂加黃馬慈興 加衰後不興 就是我的最大的中共 嗯 OK 好了 下一集 我們都繼續 用這個 香港的名本 再去請教一下 梁善行師傅 一些其餘的問題 好嗎 好 謝謝陳太太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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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